东方卫视我们的歌金曲即开播 节目以听世界的声音 唱我们的歌为主题 打破原有赛制 又融通有益 融创金曲 融合录播直播的制作理念 邀请到跨地狱 跨代际 跨民族 跨风格的歌手多样组合 花式演艺时代金曲 首期节目中 陈丽君 戴佩妮 大张伟 刘雨宁 毛不易 张清芳和麦克雪摇滚乐队 将带来怎样的精彩舞台 戴佩妮刘雨宁时隔三年同台 张清芳与戴佩妮即兴合唱 根据本季最新规则 每轮演出将分为两个阶段 在金曲失恋阶段 各组歌手将以独唱或者合作形式彼此了解 为之后合作打下基础 在金曲竞演阶段 歌手自由组合排列演唱歌曲 将有一首金曲入选我们的歌年度是大金曲 值得一提的是 本期节目集结了音乐圈的一些老关系 他们将携手打造金曲 戴佩妮 刘雨宁在我们的歌第三季打造的 《与你走天下》组合 曾带来潇洒走一回野强威等经典舞台 时隔三年再度同台 两人都感慨不已 刘雨宁自嘲 她没变 我有点老了 戴佩妮则说 小宁长大了 更成熟 自信 戴佩妮表示自己想和新加入节目的 一位资深歌手合作 她就是20世纪90年代华语乐坛代表人物张青芳 在日前公布的歌单中 出嫁正是张青芳的代表作 她会如何演绎这首时代金曲 节目现场 戴佩妮表白张青芳 透露自己曾买过她的CD 更因喜欢她的Mans Talk 而创作了淡水河边 方姐的声音辨识度很高 至今没人能取代她充满穿透力的高亢嗓音 两人随后即兴合唱了Mans Talk 婉转悠扬 麦克雪摇滚乐队唱起西刷刷 毛不易被要求唱Poker Face 第四次加盟的大张伟曾带来多首解压神曲 但本期节目中 毛不易却感叹看到了不一样的大张伟 作为我们的歌唱著嘉宾的大张伟 本期花式帮助这一季的新人适应环境 不仅Q毛不易唱Poker Face 还教神秘嘉宾麦克雪摇滚乐队唱起西刷刷 而作为压轴出场的神秘嘉宾 麦克雪摇滚乐队的表演有多精彩 竟让毛不易化身迷地 此外 这一季还邀请到了近期热度颇高的乐剧演员陈丽君 节目组观宣嘉宾振荣当天 陈丽君发布了一组帅气的定装照 随后 陈丽君被头造型话题登上热搜榜高位 引发一众网友期待 此番决心继续跨界的陈丽君表示 我希望多展示传统文化 将乐剧元素融入流行音乐 我们的歌金曲季 老朋友与新朋友相聚 经典与创新碰撞 热爱音乐的人们在这里相遇 在彼此交流与碰撞中彰显出更多元的舞台风格 展现出华语及世界乐坛的无限活力与魅力 我们的歌第六季昨晚开播 第一期就请来张清芳 陈丽君 戴佩妮 大张伟 刘雨宁 毛补义 还有来自丹麦的麦克学摇滚乐队 这一季跟前几季不一样 有点像蒙面歌王加天子的声音加歌手 每个歌手坐在独立的小房间里 用特效把脸遮住 轮到自己唱走出房间现场才知道是谁 不过 现在网友们都神通广大 事先都知道 这个环节就为了活跃现场的气氛 每个歌手至少可以唱两轮 第一轮在后台抽签选好是独唱还是合唱 第二轮就必须选择搭档 两人合唱或者三人合唱 杨伦过后就会选出一首金曲 之后再进入下一轮 而每隔一轮都会有新的歌手加入 有新的组合舞台呈现 昨晚最大的惊喜是张青芳带来经典老式情歌出嫁 麦克学摇滚乐队的代表作 That's Why You Go Away 说歌名可能很多人以为没听过 但是旋律一响起 都心灵神会 还有就是挂上热搜的乐剧演员 陈丽君带来的乐剧《凤球黄》选段 有一说一 非乐剧爱好着不堪字幕 真的很难听得懂在唱什么 但就像现场其他歌手说的 陈丽君唱乐剧时身上有一股气 整个舞台都被这股气包围着 人很自然会被吸引进去 毕竟是童子宫 13岁开始正式学乐剧 初到11年 就连给他助演的花旦演员 何清清也同样功力深厚 昨晚演出完毕 观众都忍不住夸何清清美 一场的动作都还在角色里 给人感觉就像看到嫦娥下凡一样 乐剧演员身上有一股独特的气质 看过陈丽君在浪姐的舞台就知道 她的嗓音高亢明亮 如果是你团唱跳舞台 分到每个人独唱的歌词就几句 其余都是合唱 可以通过后期修音来调整舞台效果 但如果是两人合作的舞台 用唱大哥的声线跟他合唱 整个舞台向抢观众 歌唱歌的 如果声音小 又会被他的乐剧声调完全盖住 刘欣就为了成全他唱乐剧 在浪姐合唱东风破时 以唱和声为主 为此还跟节目音乐总监闹分歧 这次来我们的歌 当陈丽君抽到第二轮 要两人合作的舞台时 其他歌手都不太愿意跟他组队 毛布依旧直接说了 他自己的声音比较小 他的歌也没有适合可以改编成乐剧的 声音小 如果一旦唱大哥 就很容易跑掉 他肯定不会冒这个险 麦克学摇滚乐队 虽然在舞台上表示很欣赏中国传统文化 但也只能观望 他们毕竟是外国人 最擅长的是摇滚 在舞台上给足面子 但在后台才防选歌时 明确说要整一手摇滚的 大张伟就是来玩音乐的 直接明说自己碰不了 以他的才华不是真的碰不了 而是跟陈丽君不熟 他也不了解乐剧 很难碰撞出火花 如果换成王苏龙和他熟悉的金句 戏曲家流行曲他可以玩得很溜 张青芳2005年结婚生子后就单出乐坛 当主持人问他要不要尝试合作 他也明说自己没有戏曲身段 已学不来 戴佩妮一早就心意跟前被张青芳组队 镜头切到他时直接用手挡脸 明确表示乐剧太难 那是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说完还不忘指了指刘雨宁 刘雨宁现在人气很高 他加入其他歌手的队伍来个三人合唱也不是不可以 但这样陈丽君就会落单 如果是其他新人歌手 可能就会像前几季一样一轮游 但偏偏是最近人气很高的陈丽君 节目组也不愿意他提前离开 再说刘雨宁是唱作人 自己也有古风的歌曲 改编他可以提供很多意见 阿目前的在线歌手 由他来和陈丽君组队最合适不过 我们的歌毕竟是殷宗 主要还是以唱功为主 讲究戴基荣和和演唱舞台的合作 跟浪姐主要以大跳舞台吸引观众还是有区别 陈丽君参加音乐节目主要是为了宣传乐剧 但殷宗的舞台不可能让他一直唱乐剧 他也不能脱离本心每一期都唱流行曲 估计他也就只能唱两期 喜欢他的观众多多期待他第二期的表现吧 东方卫视我们的歌第六季开播 接荡歌手2024 看来个大殷宗之间还是配合和默契的 避免了正面开打 对比歌手和天子的声音两个殷宗 我们的歌显得更轻松愉快 整体氛围也更欢乐一些 这一季首期的嘉宾阵容真的是很用心了 除了回归的大张伟 还有曾经人气爆棚的云尼组合 刘宇宁和戴佩妮 实力歌手毛不易 音浪姐而全民大热乐剧的陈丽君 还请到了都是同样首次参加国内综艺的老牌歌手 张清芳以及麦丹麦乐队科学摇滚 这是张清芳首次在内地参加音宗 港台实力歌手还没有在大录音综上出现的已经少之又少了 张清芳的出现可以说是既新鲜又熟悉 张清芳在60岁的年纪 还有着空明的嗓音极具穿透力 一首经典老歌出嫁 让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热烈的代驾少女 难怪毛不易感叹 原来爱情可以这样让人期待 在舞台上 我们也见识到了张清芳多年的主持功底 果然前辈就是前辈 看看最萌身高差 已经不是与你组合了 刘宇宁驱着大长腿走路的样子好可爱 有些朋友质疑大张伟为什么又来了 看过一期之后我发现 这大张伟还真是不可或缺 有了这样一位嘉宾 这节目多了很多欢乐 多次亮相我们的歌 与众多歌手都熟悉 让他毫无压力 甚至在忙猜还结效的连面剧都掉了 这现场效果堪比娱乐综艺了 这一期里大张伟和毛不易的合作 还是很让人惊艳的 想不到他补唱晚会嗨曲的时候 真情流露也可以这样细腻 张清芳的评价很到位 你的穿着 说话风格和你唱歌的样子反差有点大 嗯 等他唱喜刷刷的时候 估计张清芳会惊掉下巴的 刘宇宁和戴佩妮的组合 甜美的歌声爆棚的颜值 以及萌萌的身高差和幽默的互动 都让人感到很完美 像是在上演艺初要填掉牙的姐弟恋 这一颗心哦 又痒又痒 毛不易的发言酸酸的 好看 就是王道 陈丽君作为浪姐的人气歌手出场 首期当然是乐剧 演唱了一首经典的凤求皇 在如今这个年代里 越来越多的女性自立自强 陈丽君在乐剧里的形象深得当代女性之心 这也是为啥陈丽君获得了老公姐的称号 当真是女性之楷模 陈丽君在浪姐的舞台表现不俗 此次参加我们的歌 她也是想把戏曲元素更多的融合到现代音乐里面 这个舞台的机会明显比浪姐要更大 希望能看到她更多的尝试 麦克学摇滚作为本期的国际歌手登台 一看到他们就想起曾经风靡大街小巷的吻别 当年的摇滚小子已经变成了摇滚老炮啊 这也是他们首次登上国内综艺的舞台 节目组还真是生妈了 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语言天赋是真的不错 大张伟现场交唱喜刷刷 还真就有模有样的 第一期的我们的歌相当于表演唱 下一期将组队演唱竞选一首金曲 会有哪些组合呢 提前剧透一下 古风公子刘与您和陈丽君合作了 神仙组合啊 张青芳和戴佩妮两戴甜美戏牵手 大张伟有三首合作歌曲 这是百搭啊 没他不行 麦克学要唱吻别了啊 啊 回忆杀来了 这金曲可怎么选 有点难 综艺节目我们的歌第六季的首期内容 在东方卫视播出 首期节目当中 邀请了陈丽君 戴佩妮 大张伟 刘宇宁 毛补义 张青芳和麦克学摇滚组合 基于首期内容来看 他带给了观众们至少三大惊喜 第一大惊喜 是张青芳老师带来 诚如我们的歌主持人林海所言 这是张青芳老师在内地综艺当中的首秀 让观众们获得了一种熟悉而又久违的声音 显然 张青芳老师的加盟 让我们的歌在名字上 实至名归 确实是我们的歌了 第二大惊喜 则是麦克学摇滚带来的 他们翻唱了很多经典的中国歌曲 这些翻唱内容 也成为很多听众们学习英文的必听歌曲 比如说 张学友的吻别 麦克学摇滚的英文翻唱版本 便是在网友当中流传度最广的一首 很多中学生都喜欢听他们的歌曲 国际摇滚歌手的到来 为我们的歌注入了新的元素看点内容 第三大惊喜 已是我认为的 我们的歌第六季的最大惊喜 便是陈丽君带来的乐剧唱法的表演形式和内容 在我们的歌舞台上 曾出现过大张伟和汪苏龙联合演唱梦想时分 在这首歌曲当中 大张伟采用了精韵大鼓的演唱技法 一时间 季经四座 我们的歌舞台上已出现过戴佩妮用精剧唱法演唱的歌曲内容等等 但是 无论是精韵大鼓演唱 还是精剧演唱 都是惊鸿一瞥 没有成规模 这一次 我们的歌第六季当中 邀请来了陈丽君 这位乐剧出身的演员 显然是把中国传统唱腔的魅力值拉满了 在我们的歌第六季的舞台上 应该会留下成系统的质量很高的一些乐剧唱腔内容啊 中国传统唱腔为什么魅力大 这是需要有一定岁月积淀之后 才能品味出来的 我们的歌舞台上 陈丽君演唱的时候 无论是此曲内容 演唱技法 还是唱腔形式与演员身段等等 都是自带着一种韵律的 这种韵律 是中国人传统的性情韵律 这是一种在情感层面上的至真至诚 在中国传统诗歌 文学作品和曲艺内容当中 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便是 能够把情感当中那些最细微的内容呈现出来 我老师曾对这个状态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说法 他老人家讲 中国传统诗歌文学曲艺作品 善于拿捏青尘花蕊上的那一颗尘露 尤其是拿捏青尘露那种颤颤巍巍的状态 中国人情感的细腻 正好在这些艺术作品当中呈现了出来 我老师水平高 则笑 得则那些有高水平语文老师的笑 光会打造考试机器的 没啥大意思 可能会有一些青年听众说 拿捏细腻情感 也没啥大不了的嘛 这其实还是把中国传统曲艺唱腔们看简单了 咱们举个例子吧 都知道牡丹挺好 是中国传统曲艺的代表 他讲的是爱情这事儿 可以生也可以死 更是可以死而复生 他似乎是用自己的细腻唱腔 来完成对于中国人美好爱情的歌用的 但是 这依旧是把中国传统曲艺看简单了 牡丹挺在最后的部分 皇帝做主 认为杜丽娘不是鬼 而是人 可以和柳梦梅结婚了 这一段之后 杜丽娘出来 她爹依旧不认她 她爹表示 想要认爹 先和柳梦梅撇清关系 这个时候 杜丽娘有了一段非常值得聆听的内容 她讲 没有她和柳梦梅的情感 就没有她的复生 这其实是进入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当中去 爹娘给了杜丽娘肉体骨骼 但这些肉体和骨骼 并非是最重要的 这种由爱情而来的细腻情感 才是人之所以称之为人的最重要内容 牡丹挺的这种作为人的细腻情感部分 是进入到了明清儒学的一种思辨当中来 这种思辨 其实是代表着中国儒学的顶级大成的 我们千万不要一提儒学 就认为它是给皇帝做工具的 儒学有自己的道头 与皇权分庭抗理 而讲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这些细腻情感的内容 便是儒学当中的重要成果 而明清儒学的很多成绩 最终都融入到了传统戏曲内容当中去 在这些传统戏当中 有着中国人对于人生美学的顶级追求 表层上 在传统戏曲唱腔当中 尤其是昆曲 乐剧等南方戏曲唱腔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干净纯粹的追求 更深层次上 则是儒学对于人生的思考 比如说 我们看似歌有爱情 实则实现的 是对人之何以为人的思考 中国传统戏 要认真看 认真听 它真的不局限于小情小爱的歌用当中 陈丽君和刘宇宁演唱《寻一个你》 这首歌曲是电视剧《苍蓝绝》的音乐 原唱也是刘宇宁 陈丽君本身古装又很萨 两位合作的古装剧《Ostic》 如果加入古装扮相 这首歌曲肯定会成为本期最受欢迎的一首歌 第五组合作歌手 是本场唯一一组三人合作的歌曲花心 是由大张伟 刘宇宁 毛补宁三个人演唱的 大张伟和毛补宁也是在本季节目中二次合作 统计一下这一场节目中演唱曲目最多的歌手是大张伟 和其他歌手合作了三首歌曲舞台 戴佩宁和刘宇宁都是和其他歌手合作了两个舞台 剩下的毛补义 陈丽君 张清芳 麦克尔 雪摇滚都只有一个合作舞台 节目赛制设定 有一部分歌手都只来两到三期 像是陈丽君 毛补义 刘宇宁这种人气比较高的 可能还有自己工作安排的 都不会常驻节目 所以你们看完这个搭档组合后 最期待哪一组的演唱呢